核弹爆炸的威力相信早有耳闻 如果把最强的核弹放到太空中爆炸 我们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这里是知识TNT 看到这个问题 相信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疯狂的想法 但在冷战时期还真的有国家这样做了 当时很多国家都有核武器 人们也很热衷于进行核试验 海里 山区 甚至大气层 都是它们的试验场 但地球毕竟不是能随意试验核武器的地方 如果总在地球上疯狂进行核爆炸 总有一天地球会毁灭 所以它们开始打起了太空的主意 其中美国的海星一号高空核试验 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因为它是历史上最高海拔的核试验 1962年7月9日 美国在太平洋约翰逊环郊多米尼克岛 执行鱼缸行动 一架KC-135运输机穿过云层 发射了海星一号核弹 三分钟后 这颗核弹在太平洋上方 距离地球400公里处爆炸 其攻击范围达到直径1300千米 七颗卫星随之降低了轨道 甚至迷失了方向 这颗核弹重1.4兆吨 威力相当于广岛那颗核弹的100倍 它就是史上最强核弹 沙皇帮巴 它爆炸后产生了一个非常明亮的火球 和大量的电磁脉冲 电磁脉冲会让电路出现异常 产生远大于稳态电流的过载电流 从而损坏电子设备 所以这场爆炸让夏威夷的电力全部中断 路灯 雷达以及导航系统陷入瘫痪 电子通信设备完全关闭 但在物质上它却没有造成任何损失 尽管核弹头已经被送到了那么远的地方 但它还是轻而易举的 摧毁了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由此可见 太空核爆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假如最强大的核弹 在太空中爆炸怎么办 根据以上的历史记载 我们可以推测 核弹爆炸标志性的蘑菇云 我们肯定是看不到了 因为太空空气稀薄 不会产生蘑菇云 代替它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闪光弹 它产生的强光 在前十秒会对人的眼睛 造成永久性损伤 爆炸产生的带电粒子 和地球磁场相互作用 会形成绵延数千里的极光 这些极光会持续数小时 甚至数天在赤道附近也能看见 而爆炸产生的超高温和辐射 则会烧毁通讯卫星 军事间谍卫星 等数百个禁地轨道上的仪器 并让大部分的卫星丧失功能 在太空中的宇航员 也将遭到辐射中毒的威胁 至于在地球上的人类 由于爆炸离我们很远 可以暂时不用担心 会有什么毁天灭地的灾害 因为它不会对我们产生力学打击 可这并不代表它不会影响我们 别忘了它还会产生强烈的电磁脉冲 让我们的电路陷入瘫痪 所有电子设备将不能使用 除了以上的影响外 太空核爆炸还会对地球造成一些长期影响 比如爆炸产生的放射性物质 会通过大气环流进入大气层 从而附着在土壤 水源和食物上 对我们的身体造成隐形的伤害 所以当最强核弹在太空中爆炸时 还是会对我们产生影响的 当然了 现如今在太空进行核爆的疯狂想法 是不会轻易被通过的 而像沙皇帮巴那种级别的超级核弹 重量达2万多公斤 以全世界目前的科技状况来看 很少有火箭能把它送上太空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会有危险 总之 我们就放心地享受美好生活吧 好了 本期支持TNT一耗尽 关注我 下期继续分享知识